中国女排面临重组 但从现在的情况看 丁霞、姚迪、凋零与三名老二船依旧是自成一档的存在 目前还没有年轻二船球员能接近此三人的水平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局面 一是因为二船球员的培养周期相对较长 二是因为二船球员的好苗子可遇而不可求 所以任何一支球队都不会轻易对主力二船球员进行调整 当然国家队除外 因为国家队可以调动全国的资源 二船球员选择范围比较宽泛 但即便如此 国家队同样不会轻易更换主力二船 在中国女排中 为秋月退役之后 丁霞凭借传球隐蔽性强、速度快 和防守积极顽强的特点成为了主力二船的不二人选 但丁霞也并不是完美无缺 传球思维固化 就是其最大的问题 不过短期间内这个问题并不容易被觉察 比如2018世锦赛半决赛对阵意大利女排的最后一个传球 就曾经饱受质疑 甚至有球迷怀疑丁霞是故意不将球传给李莹莹 其实那只是丁霞传球思维固化的一种表现 并不是带有主观选择性的传球 而到了东京奥运会中 丁霞的传球思路在对手的细致观察和软件分析下 似乎已经被摸出规律 而且很有可能已经被对手球队共享 所以丁霞即便传球再快再隐蔽 也很少能给攻守创造更好的得分机会 这一点在对阵俄罗斯女排的比赛中特别凸显 首局丁霞发挥的并不差 但还是输了 第二局尧迪发挥的并不好 一传东倒西歪 二传磕磕绊绊 但中国女排却赢了 究其原因 就是因为俄罗斯女排已经摸透了丁霞的传球思路 而对姚迪的传球陌生所致 在丁霞传球思路已经被摸透的情况下 郎平不得不被动剥夺了丁霞的主力球员身份 改为启用姚迪作为主力二传 这种主动调整主力二传的举动 在奥运会这样的大赛中是十分少见的 而姚迪临危受命后也并没有辜负郎平 帮助中国女排接连林封了意大利女排和阿根廷女排 为中国女排挽回了一丝颜面 其实在2019年之前 姚迪和丁霞的差距还是相当明显的 甚至刁灵宇都领先姚迪半个身位 但从2019年开始 姚迪突然开窍了 开窍后的姚迪在技术上进步明显 防守也变得积极主动 不仅整体实力直逼丁霞 而且反超了刁灵宇半个身位 这就是世界杯和奥运会郎平都选择了姚迪 而没有选择刁灵宇的原因 至于技术同类化 只不过是郎平照顾落选球员情绪的一种说法而已 当然刁灵宇也是一名非常优秀的二传球员 但鉴于二传对于一支球队的重要性 哪怕就是略占优势 对于整支球队而言都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所以郎平选择姚迪是毋庸置疑的 说到姚迪和刁灵宇 很多人会被主观思维所误导 认为刁灵宇的传球速度快 而姚迪的传球速度慢 所以刁灵宇就比姚迪实力强 其实就传球速度而言 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并不是快就等于好 慢就等于不好 能让球队整体运转流畅自如 所有球员都能得心应手的速度 才是二传球员需要掌控的速度 这个速度就是球队的节奏 所以能否真正将传球速度拿捏到恰到好处 才是衡量一名二传球员是否优秀的关键 而不是一位球快 经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做出如下总结 丁霞 姚迪 刁灵宇三人 依旧是目前最优秀的二传球员 其中丁霞的实力依然排在第一位 但鉴于丁霞的传球思路已经被对手摸透 而且以丁霞的年龄也很难再做出改变 所以丁霞已经很难胜任中国女排的主力二传位置 姚迪和刁灵宇的实力虽然在伯仲之间 但姚迪越到关键时刻 越稳定的超强心理素质显然是刁灵宇所无法比拟的 所以中国女排重建之后 姚迪最有可能是主力二传的不二人选 而刁灵宇则是替补二传的最佳人选 你还是会凶这段事归 mus开 不完 再刁灵宇